欢迎大家收看体育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豪华滑雪装备席卷滑雪场 墨尔本目标明确 澳大利亚女族力争奥运奖牌 就这样结束了布莱恩特、甘贝尔和HBO的真实体育 在29年后播出了他们的最后一集 克莱、汤普森得到28分 帮助勇士队以118比114击败开拓者队 MVP时刻 拉玛尔、杰克逊在猎豹队击败美洲虎队的 激动人心的比赛中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请大家收看 豪华滑雪装备席卷滑雪场 金融时报 向乔治、阿玛尼和蒙克等奢侈时尚品牌 正在瞄准高端冬季运动目的地 以此作为进入奢侈市场的策略的一部分 圣莫里茨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 一直是奢侈滑雪装的中心 吸引了香纳和迪奥等品牌 而Revolve集团则在阿斯鹏开设了一个临时店铺 随着对冬季运动的兴趣不断增长 奢侈品牌正在转向滑雪装市场 墨尔本目标明确 澳大利亚女足力争奥运奥运奖牌 澳洲ABC 澳大利亚女子国家足球队澳洲女足 在获得巴黎奥运会最后预选赛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场地后 立志在巴黎奥运会上取得突破性的奖牌 这场两回合的附加赛将于2月份进行 逐场比赛将在墨尔本的多克兰体育场进行 澳洲女足是晋级奥运会的重要热门 因为在2007年的最后一次交锋中 他们轻松以10比0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 该队希望在东京奥运会和今年的世界杯的第三名基础上 取得进一步的进步 巴西和英国等传统强队的缺席 可能为澳洲女足在巴黎打开大门 就这样结束了 布莱恩特、甘贝尔和HBO的《真实体育》 在29年后播出了他们的最后一集 多伦多星报 HBO的《真实体育》节目 在29年后录制了最后一集 75岁的主持人布莱恩特 甘贝尔表示 一切都必须在某个时候结束 现在是该结束的时候了 除了报道体育新闻 这个节目还调查了国际奥委会的腐败问题 以及卡塔尔在世界杯准备期间的劳工虐待问题 甘贝尔表示 这个节目能够探讨问题 而不必担心收视率、赞助商或关系 克莱 汤普森得到28分 帮助勇士队以118比114击败开拓者队 多伦多星报 荆州勇士队以118比114击败了波特兰开拓者队 克莱 汤普森得到28分 斯蒂芬 库里的NBA三分球连续命中记录在268场比赛后终结 他在三分球范围内零中八 仅得7分 安德鲁 威金斯为勇士队贡献了25分和7个篮板 杰拉米 格兰特以30分领导开拓者队 安菲尔尼 西蒙斯在下半场得到了他全部的21分 这场胜利标志着勇士队连续第二次获胜 也是自11月初以来的第一场胜利 MVP时刻 拉玛尔 杰克逊在猎豹队击败美洲虎队的激动人心的比赛中 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雅虎 周日晚上 拉玛尔 杰克逊在巴尔迪摩乌鸦队以23比7 击败杰克逊维尔美洲虎队的比赛中完成了一次魔术般的表演 道恩 斯穆特几乎将杰克逊包围住 准备将其情报 杰克逊以某种方式逃脱 保持了比赛进行 而斯穆特的第二次努力使他再次处于情报的位置 杰克逊将球伸传给紧密端艾萨亚·利克利 后者以26码的收益完成了一次出色的接球 两个回合后 巴尔迪摩将比分扩大到17-7 布鲁克斯和惠勒帮助华盛顿队逆转16分落后 以100-99在两个加十赛中击败西雅图队 美联社 在西雅图之战的双加十赛中 华盛顿队从下半场16分的落后迎头赶上 以100-99击败西雅图队 自1978年11月28日 以82-78的胜利击败华盛顿队以来 红鹰队一直未能击败他们的城市对手 捷克 艾克尔和伊万 巴巴舍夫帮助旌旗士队以6比3击败参议员队 美联社 周日晚上 拉斯维加斯旌旗士队以6比3击败沃泰华参议员队 将他们对参议员队的连胜记录延长到了9场 洛根 汤普森替补上场后 铺出了20个铺就 捷克 艾克尔和伊万 巴巴舍夫各自进球并助攻一次 阿丁 希尔自11月以来首次回到球门 只让对方进了一个球 就离场了 乔什 诺里斯 李德利 格雷格和布雷迪 特卡楚克为参议员队进球 旌旗士队将于周二访问卡罗莱纳聚丰队 而参议员队将访问亚利桑纳科亚特队 在与熊鹿队的比赛的最后几秒钟 火箭队的迪龙 布鲁克斯和伊美 乌多卡因与裁判员发生冲突而被驱逐出场 雅虎 休斯顿火箭队的后卫 迪龙 布鲁克斯和主教练伊美 乌多卡在球队输给 密尔沃基雄鹿队的最后几秒钟 被驱逐出场 原因是他们与裁判员发生激烈争执 布鲁克斯对一次违背叛罚的反应 引发了驱逐 他因此被判技术犯规并被驱逐出场 乌多卡也因与裁判员争论 而被判技术犯规并被驱逐出场 比赛结束后 乌多卡批评裁判员称 他们在整场比赛中漏判了很多犯规 他很可能会因此被NBA罚款 比尔斯对牛仔队的解体证明了 布法罗是一个合法的季后赛威胁 不仅仅是因为乔什 艾伦 雅虎 水牛城比尔斯队 以31比10击败达拉斯牛仔队的比赛 显示出 他们在NFL季后赛中 有潜力成为严重威胁 比尔斯队解体了牛仔队的跑球防守 并压制了他们的进攻 仅限制对方得分为10分 水牛城的8-6战技并不准确反映他们的能力 他们已经证明他们可以在客场击败强大的对手 以双重威胁风格著称的四分位乔西 艾伦在比赛中通过地面和空中得分 成为NFL历史上在一个赛季中 在10场不同比赛中做到这一点的第一位四分位 然而 比尔斯队主导的跑球进攻是他们胜利的关键 跑位詹姆斯 库克 冲出179码 并取得两次触地得分 比尔斯队的防守也发挥了关键作用 将牛仔队的总进攻码数 限制在本赛季最低的195码 尽管目前的战绩 但纽约时报的季后赛预测器 给予比尔斯队70%的进入季后赛的机会 和8%的进入超级晚的机会 这在AFC中排名第三 观看亚尼斯 阿德托昆博成为熊路队历史上的最佳篮板手 雅虎 密尔沃基熊路队的杨尼斯 阿德托昆博已成为球队历史上的篮板王 超过了卡里姆 阿卜杜勒 贾巴尔 阿德托昆博现在在熊路队中保持着得分 助攻和篮板的记录 成为了勒布朗 詹姆斯 迈克尔 乔丹和凯文 加内特之后 为各自的球队取得这一成就的仅有的球员 熊路队继续连胜 达米安 利拉德得到39分和11次助攻 供养队不断给人惊喜 与狮子队的超限时季后赛对决可能会发生吗 雅虎 洛杉矶公羊队在周日以28-20的胜利击败华盛顿 锁定了NFC的最后一个季后赛名额 公羊队目前战绩为7胜7负 目前在NFC中排名第7 如果本赛季结束 他们将进入季后赛 公羊队还有三场比赛要打 他们将努力赢下至少其中两场 以确保一个季后赛名额 公羊队最近是NFL中最热门的球队之一 他们将努力在接下来的比赛中继续取得胜利 星期一的时间表 美联社 本文提供了12月18日星期一个种体育比赛的时间表 时间表包括NBA比赛 NFL比赛 NHL比赛 大学橄榄球比赛 和排名前25位的女子篮球比赛 一些值得注意的比赛包括 费城七六人队对阵芝加哥公牛队的NBA比赛 费城老鹰队对阵西雅图海鹰队的NFL比赛 以及排名第二的阿克阿布鲁英队对阵排名第12的 俄亥俄州州立大学雄鹿队的女子篮球比赛 5个快速出球 令人心碎的失败玛丽 和被遗忘的四分位成为NFL第15周的亮点 澳洲ABC 在NFL第15周的比赛中 芝加哥熊队再一次哈尔 玛丽传球被克利夫兰棕熊队拦截后 未能获得胜利 克利夫兰棕熊队的四分位桥 弗拉科连续第二次获胜 并被确认为本赛季胜余比赛的首发 贝克 梅菲尔德在对阵格林贝包装工队的比赛中 表现出色 带领坦帕湾海盗队获得胜利 纽约喷奇机队 在对阵迈阿密海豚队的比赛中遭受了零风失利 结束了他们的季后赛希望 并将他们的季后赛荒年延长到了13个赛季 泰勒 斯维夫特在堪萨斯城球长队的比赛中露面 抢了乔恩帮乔薇的风投 后者也在现场观看比赛 喷奇机在输给海豚队后被淘汰出季后赛 罗杰斯的付出计划成疑 美联社 纽约喷奇机队希望在12个赛季后 首次进入季后赛的希望 在周日输给迈阿密海豚队后破灭了 30-0的失利意味着 拥有5胜9负战绩的喷奇机队 已经连续第6个赛季遭遇失利 这个结果也意味着 正在康复中的四分位亚伦 罗杰斯不太可能在本赛季回归赛场 凯尔特人队对阵魔术队的比赛总结 杰伦接管比赛 凯尔特人队完美结束主场连胜 雅虎 波士顿凯尔特人队以114-97 击败奥兰多魔术队 保持本赛季主场不败 杰伦 布朗以31分领衔凯尔特人队 而保罗、班切罗为魔术队贡献了36分 凯尔特人队的5名首发球员都有贡献 他们的投篮命中率为47.4% 三分球命中率为47.2% 这场胜利使凯尔特人队的战绩提升到20胜5负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六博士 来自六度世界的观察员 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有趣的体育新闻 首先我们看到了奢侈品牌们纷纷涉足滑雪装市场 向冬季运动目的地进军 看来冬季运动的兴趣不断增长 就连奢侈品牌都看中了这个市场 接着 我们关注到了澳大利亚女族的目标 她们力争在巴黎奥运会上取得突破性的奖牌 她们在最后一次交锋中轻松击败了对手 因此备受看好 巴西和英国等传统强队的缺席 也为澳大利亚女族提供了机会 另外 我们还见证了HBO的《真实体育》节目 在29年后播出了最后一集 这个节目一直以来报道了各种体育新闻 甚至调查了一些重要问题 布莱恩特 甘贝尔表示 这个节目能够探讨问题 而不必担心收视率 赞助商或关系 有点可惜 这个节目的结束 但我们还是要感谢他们 带给我们这么多年的精彩内容 在篮球领域 荆州勇士队以118比114 击败了波特兰开拓者队 克莱、汤普森得到了28分 斯蒂芬 库里的三分球连续命中记录 在268场比赛后终结 他只得到了7分 不过这场胜利 标志着勇士队连续第二次获胜 也是自11月初以来的第一场胜利 此外 我们还看到了一些精彩的美式足球比赛 拉玛尔 杰克逊在巴尔迪魔乌鸦队的比赛中 完成了一次魔术般的表演 帮助球队以23比7 击败了杰克逊为尔美洲虎队 华盛顿队在比赛中密转16分落后 以100-99在两个加时赛中 击败了西雅图队 还有水牛城比尔斯队 以31比10击败达拉斯牛仔队 显示出他们有潜力成为季后赛中的威胁 最后 我们也关注到了其他一些体育比赛 如冰球 棒球等 总之 今天的体育新闻丰富多样 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精彩的瞬间 那么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我期待听到你们的声音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